国际消息我们来看美国最新一代登月行动命运多彩 原定在佛州礼拜六要发射的阿提米斯一号 遇上了液态氢燃料外泄 确定二度延后试射计划 至今还不晓得下次试射日期是什么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直播画面不断的在等待 阿提米斯一号再出状况 美国太空总署证实出现前一次试射暂停的问题 工程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解决液态氢燃料外泄的状况 只能被迫在最后一刻喊咖 这一次的计划是要将猎户座无人太空船 送上距离月球表面约100公里的轨道 目的是想在2025年在守卫女性跟有色人种登月 盼能创造另一个太空历史 而这次取消发射 NASA说已经过了最适合发射的时机 接下来可能得等到9月底或10月底 才会进行另一次的试射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